第32題 家維將長度相同 粗細不同的聶洛斯 並連在同一電路中 通電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電阻的大小是跟截面積層反比 粗聶洛斯的截面積比較大 所以他的電阻會比較小 所以選項A說 粗聶洛斯的電阻比新洛斯大 這個是錯的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並連電路 並連電路的時候電壓是相同的 所以選項B說 粗聶洛斯兩端的電壓比新洛斯大 這個也是錯的 我們曉得電阻並連之後 電阻會變小 所以諸選項說 粗細兩條 聶洛斯並連後的電阻 比單條粗聶大 這個也是錯的 那麼我們根據我們的公式 V會等於IR 那我們的電壓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電阻比較小 我們的電流就比較大 那麼粗聶洛斯因為截面積大 所以電阻比較小 他的電流就會比較大 所以C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C 粗聶洛斯的電流比系列洛斯大 那是C 大隊的信息 頂著 頂著